墮樓前一晚, 嬰毛被叫轉頭身寬 Candy 生前兩個男朋友, 昨晚齊齊上角爆情事 靜印善玉行說, 07 年與Candy 結識了15天就拍拖 3個月後同居 前年10月13日, Candy 說被人強姦 還拿出一個用保鮮紙包著的condom, 說要告農友醫生 他當時問Candy, 為何三次跟農友醫生出去 又問他記得多少, 有沒有把握, 不夠就算不好玩 寫言訊主任問他為何這麼說, 他說麻煩, 搞到上庭又成 又說曾經問Candy為何那麼有趣, 過程那麼順暢 過了幾天, Candy 叫做裝修的第三者郭偉良出來, 三個人齊齊談 閃玉行說, 當時郭偉良建議燒案 Candy 擔心警方發現他有兩個男朋友, 會用來他不清白, 決定燒案 燒案之後三天, 閃玉行發現Candy 躲在廁所 看郭偉良發給他的短訊 則問Candy選誰, Candy 沒反應, 他又打給郭偉良 叫郭偉良接走Candy 至於和Candy拍拖半年的郭偉良說, 三人會面前 Candy 聲稱閃玉行是前男朋友 當日會面是叫他想清楚, 定不定得住壓力, 才決定是否繼續告農友 接了Candy回家後, 兩個人齊齊睡覺 怎知Candy凌晨誕起床, 問會不會腦中風 又說對不起家人和兩個男朋友, 第二天墮樓身亡 郭偉良又說, 郭偉良是分手前兩天, 已經叫他接走Candy 因為郭偉良想把球推給他 雖然分手過程有出入, 但兩個口徑一致 說Candy曾經受到警察無禮對待 包括女警一邊玩電話一邊落口供 客桌要求Candy, 詳細交代被奸的姿勢 令Candy一度哭著衝出房說不想落口供 警方說, 黑胎女警為人斯文, 強調沒有向Candy施壓 希望陪審團考慮, 會否因感情困擾, 加劇事件發生 社員裁判官今日引導陪審團裁決 了解 新規問 今宣告